畫面中可以看到天空不斷下起 一粒粒球體般的冰線 掉落在汽車的擋風玻璃車頂上 這裡是南投武嶺 六號早上八點左右下起冰線 雖然僅維持三分鐘左右 冰線落在地面後 沒有多久就融化了 但還是讓許多特地上山追雪的遊客 相當開心帶來聽一段訪問 遊客們開心神情全血在臉上 因為有的一早就衝上山 有的甚至等了一整夜 現在等到冰線真的值得了 除了武嶺有冰線 玉山北風也有霧松 山上植物覆蓋一層雪白相當美麗 專案氣象署表示 東北季風在五號開始增強 預估八號才會減弱 預計此波東北季風最冷的時間點 落在六號晚間至七號清晨 七號晚間至八號清晨 溫度還會下探到13度 雖然追雪足沒有追到雪 但這回武嶺下起了這短短三分鐘的冰線 還是讓人很滿足